2014年1月份 距离春节还有十多天的时候 在山西的一个小村庄里啊 突然发生了一场火灾 而这火灾背后 却有着一个让村里人想都不敢想的秘密 这个村子呢 是山西省泽州县的东山村 村子里边啊 有一开小卖部的人家 这户人家的男主人呢 叫楚小国 那么着火的就是楚小国家的小卖店 警方赶到现场的时候啊 这还冒着烟呢 地上都是残砖碎瓦 房顶子也塌下来了 着火的位置呢 就是楚小国家的门面房 一共是有两间 紧靠着他家的院子大门 其中这两间里边有一间是小卖部 另一间呢是一个小屋 楚小国有时候啊 就在这休息 这两间起火的房子后边 就是院子和正房 这就是最普通最常见的那种农村院落啊 这两间房间呢 就是通常大家说的南房的那个位置啊 这火呢 并没有烧到院子和正房里边 而这两间房子旁边就是楚小国的二哥的家 但是他的二哥呢 已经去世了 所以房子呀就一直在那空着 民警到现场之后 首先检查了电路 通常最容易引起火灾的就是电路情况啊 很快就排除了由于电线短路引起火灾的可能性 随后又对地上的那瓦力啊 进行清理 在这个过程之中 就在里屋的地上发现了一具尸体 尸体呢 仰着脸朝天躺着的 看着那个动作呀 那个姿势啊 没有什么大的挣扎 身上呢 也没有抵抗伤 但是警方通过初步的检验 发现尸体头部的右后部 还有左前部都有明显的塌陷性的伤痕 嘴里边呢 还有一颗牙齿 断裂脱落 警方当时一看就觉得这伤很奇怪 经过家属辨认 尸体就是这家的男主人 楚小国 那么这场大火到底是怎么回事 楚小国身上的伤又是怎么回事呢 咱们呢 还是首先再来说说案发现场 这一把火呀 把那两间屋子呢 烧的是面目全非 死者呢 当时是躺在除了小卖部之外的那个房间里 这个屋子呀 本来有床有桌子 但是警方去了之后 早就被烧成灰烬了 整个房间的屋顶呢 也被烧的都塌下来了 地上堆满了瓦礼 在瓦礼当中 还是能看到有一些被褥 还有那门帘烧碎的痕迹 被褥也好 门帘也好 这都是一燃物品呢 一点火就着啊 而这些烧碎的痕迹就带着警方一直从里屋到了外屋 也就是那个小卖部那一直到了货架那 小卖部嘛 货架子上原本都是各种各样的商品呢 但是这些商品基本上都烧的看不出模样来了 在地上呢 警方发现了几盒牛奶 牛奶它是液体呀 所以它没那么容易燃烧啊 警方呢 拿起这牛奶盒仔细的看了看 就发现靠近里屋的这一侧烧的比较厉害 另外一侧呢 烧的就比较轻 也就是两侧的燃烧是很不均匀的 这说明什么呀 说明这火是从里屋烧到外屋了 在这个屋子的尽头啊 有一冰柜 冰柜上呢 也能明显看出来 冲着里屋的这一面 被烧的都变了颜色了 但是冰柜那俩侧面 以及远处的墙面 那是几乎没变化的 这也能够证明这火是从里屋烧到外屋的 你再看地上这些易燃物品的痕迹吧 明显感觉这是刻意扑出来的一条路 就是为了故意把这火从里屋引到外屋 那么为什么要处心积虑的制造这一切呢 案发之后啊 警方呢 也立刻啊 汇报到省里面 省里呢 也派来了技术专家 对死者进行了一个深入的尸检 最终确定楚小国并不是被烧死的 受害人呢 应该是站着或者是蹲着的这种姿势 遭到了袭击 死者是被顿气击打致死的 而且呢 为什么是站着或蹲着 因为残留的衣服裤子上有血的痕迹 那个血流的方向是从上往下的 再加上两处致命伤都是在头部 第一次击打到了右后脑的这个位置 就把这死者呢 打倒在地 打倒之后啊 是在地上又补了那么几下子 各位 您想想打的是后脑的部位啊 也就是说 凶手是趁着死者不注意 从后面突然袭击 而被打之后呢 楚小国没有立即死亡 是回过头去看 这时候凶手再次袭击 这才导致另外的一个很严重的伤 是在死者头部的左侧 左前部位啊 事已至此 已经基本能够判断出来 这是一起性质恶劣的杀人焚尸案件 楚小国受到击打是毫无防备的 那么很有可能是熟人所为 到底是什么熟人 非要把楚小国置于死地呢 事发的这个东山村啊 是个地理位置很偏僻 但是民风非常淳朴的一小山村 乡里乡亲的哪儿见过这么恶性的案件呢 这事传开以后可就有了传言了 说哎呦 小国啊 被人害死了 这事做的这么绝 这么干净 肯定是他们自家人干的 那么来说说楚小国的家庭情况吧 楚小国案发那年是48岁 之前好多年呢 一直是单身状态 也没找着老婆 一直到了案发前一年 这才结婚 在村子里边 楚小国是出了名的节俭 村里人这都知道啊 楚小国这些年应该攒了不少钱 在这东山村里边 楚小国的亲人呢 也不多 只有哥哥楚小富一家 还有结婚不满一年的妻子黄澜 弟弟突然就被人害死了 楚小富的第一反应 是觉得这事没那么简单 他呢 反复提及弟媳妇黄澜 楚家人认为黄澜有点嫌疑 而案发之后 黄澜呢 也从城里赶回了家 看上去是悲痛万分 一把鼻涕一把泪的 楚小国的大哥楚小富 一直就怀疑黄澜和弟弟楚小国的死 有关联 事已至此 黄澜呢 就跟民警说 说过去这段时间里啊 我们家跟他大哥家处得并不愉快 小国跟楚小富这哥俩呀 其实一直面和心不和 他们哥俩相处起来 还不如普通街坊呢 所以楚小富家怀疑黄澜和楚小国的死有关联 而黄澜觉得楚小富和楚小国的死有关联 他为什么怀疑呢 黄澜说呀 当天他离开家的时候 家里呢 放了一些现金 可是 现在这钱 没有了 专案组这时候 也感觉到事情的复杂啊 你怀疑他 他怀疑你 到底听谁的 信谁的呀 现在呀 只能是谁的都听 但是谁的 也别全信 两组民警呢 分别对楚小富和黄澜就展开了排查 在调查过程之中 更多的线索指向了黄澜 案发当天 黄澜呢 是在市里面 哎 这么一个关键的时间点 黄澜为什么没和丈夫待在家里 而是一个人在城里呢 这楚小国和黄澜呢 是2013年3月份才结的婚 到事发2014年1月份 还不到一年呢 这门亲事 在东山村是很受关注的 因为楚小国结婚的时候 已经47岁了 而他娶的新媳妇黄澜 比他年轻 长得呢 也挺漂亮 人还是个城里人 所以村子里边的人 对这个事早就议论纷纷的 村子本身是当地很偏僻的一个农村 经济条件不好 外地的姑娘不愿意嫁过来 你更别说是城里姑娘了 村里人说呀 楚小国为什么有这么好的桃花运 主要是因为他积蓄不少 并且大伙还传言 说楚小国的家里有个古董呢 那可是个宝贝 那是个金喷 说他这古董啊 那是无价之宝 这个秘密到底是真是假 大家呢也不确定 但是大伙啊 就都认为有 一传十 十传百的 这就成了一个公开的秘密了 大伙就都说 这是楚小国的父亲 传给他的这金盆 这是古董 这是宝贝 正是因为他老子给了他这金盆 他才突然拥有了这一切 他才能这么有钱 什么他能干呢 那我可不认 为什么他过得比我好啊 就是他有金盆 知道吗 别看我不干 我不干 我也不承认别人比我能干 其实啊 在现实世界当中 很多人都有这种情况 对吧 打死也不承认自己不如别人 打死也不承认自己不努力 为什么他能挣钱 他老子有钱 如果说他老子也没钱 那他这钱挣的 他不是正经钱 他不是好人 在调查之中呢 这个金盆到底存在不存在 现在还不确定 但发现这黄澜 确实有点不对劲 楚小国和黄澜结婚以后啊 照理说这还是新婚夫妻呢 但在一起的时间是非常少的 这楚小国呢 一个人住家里边 他老婆呢 住在城里的厂里边 为什么楚小国和黄澜两地分居呢 他们夫妻俩的感情怎么样呢 在走访之中 街里街坊的啊 乡里乡亲的 更多传言可就出来了 有人就说来 警察同志我跟你说吧 那黄澜呢 在城里 他就不是一个人住啊 他他跟个包公头好像住一块呢 很多人都说呀 黄澜呢 有两个家 村子里边有一丈夫楚小国 外边还有一个片头呢 这样的传言 在小小的村子里边 可就四处散播开了 不仅如此 还有村民悄悄的告诉警方 说小国被害啊 可能和一笔巨额的钱款有关 民警就得接着问呢 到底怎么回事啊 是这么回事啊 你看应该就是黄澜把小国害了 这黄澜呢 不光是图小国的钱 还图他的一个保险呢 原来 楚小国在生前买过一笔意外伤害的保险 如果发生意外的话 那么受益人就是他的妻子黄澜 类似的杀妻骗保杀夫骗保的案子 咱们也说过不少了 那黄澜有没有这种作案动机呢 如果这么说的话 还真有 黄澜和楚小国的婚姻状况的复杂程度 这是让警方始料未及的 那么案发当天 黄澜到底在什么地方 这个传言这么多的女人和楚小国的死 有没有关系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 楚小国的哥哥楚小富一家 都怀疑楚小国的死 跟他的老婆黄澜有关 在大家的传言之中 黄澜和楚小国的这种婚姻关系啊 确实也比较复杂 那么这事和黄澜到底有没有关联呢 警方专门派出了一组人马 围绕着案发前后黄澜的行踪 做着仔仔细细的调查 与此同时 另外一组在村里对楚小富家展开走访的民警 也传来了令人惊讶的消息 有村子里边的人呢 就跟民警说 警察同志啊 哎呦 这这这小富啊 他对他弟弟那财产 还有那他们老子传下来的那古董金盆 惦记这么长时间了 反正我感觉啊 这事很可能是小富干的 对于这样的说法 楚小富呢 也显得不屑一顾的 楚小富跟楚小国的父亲啊 老楚吧 这是一个非常能干的人 过去那个年代都是缺衣少粮的 别说谁家穷 谁家富 大伙过的都一样 人家这老楚 硬是凭着自己的辛勤努力 把家里的四男两女六个孩子养得好好的 人家呀就靠着撸起袖子加油干 在那个年代还盖了十间大瓦房呢 这老楚在这个小小的山村里 那曾经是响当当的一个能人呢 大伙呢 确实都竖大木哥 人家就是有脑子 人家也能干 人家能吃苦 大家对他那是羡慕 也偶尔掺杂点嫉妒和恨 在多年之前呢 楚家的两个弟弟先后因为意外 就离开人世了 那两个姑娘呢 也远嫁他乡 这老楚去世的时候啊 身边就剩下楚小富和楚小国了 当时哥哥楚小富已经成家了 而弟弟楚小国呢 还是单身 根据老人的遗嘱 家里的所有财产和那个小卖部 就都留给了弟弟楚小国了 那么小富对于父亲这样的安排 当时啊 没有表现出什么不满 但村民们都说 嗨 别看那哥 你说小富心里边他能舒服吗 他肯定不舒服 这事情啊 不是表面上看上去那么平静的 民警呢 了解到案发一年之前 楚小国还是单身呢 楚小富啊 就找楚小国谈过 说把自己二孙子的户口挂在弟弟的户口本上 说是为了让楚小国老了 有人照顾着 这么着 将来小国的遗产呢 就会顺理成章的哎 过到这个孙子身上 楚小国呢 就不愿意了 这件事村子里边很多人哪都有耳闻 村民们就说 对于楚小富这个建议 楚小国很生气 他认为哥哥就是为了他的家财 所以当面就拒绝了 还很快找了媳妇结了婚 婚后又买了县城里边的房子 准备搬家进城呢 村民们都说呀 楚家所有祖上留下来的财产人们呢 一定都让楚小国带到城里去 这么着 楚小富想着觊觎这祖上财产的想法 就破灭了 在调查之中呢 警方也发现 两家人的矛盾 是在案发前一年八月份就激化了 当时家里唯一的老人 也是兄弟俩的老母亲 生病去世了 就在葬礼上 当着很多人的面 兄弟俩是大吵一架 就闹掰了 又是因为前 两家人的关系呢 跌入了谷底 亲兄弟很长时间 都不怎么说话 而就是在民警对村里进行走访的时候 有人提供了一个更关键的细节 说小国的嫂子 是最后一个见过楚小国的人 他的嫂子呢 叫楚桂香 他见楚小国 是案发那天下午三点半左右 嫂子离开之后不久 小卖部呢 就关门了 晚上这一整晚 灯也没亮 那嫂子 为什么会在那个时候 出现在小卖部里呢 当时警方就怀疑 会不会是楚小国的哥哥 还有自己的两个儿子 一起做的这案子 面对警方旁敲侧击的询问 楚小妇呢 也承认 说当初啊 跟小国 是有过不小的矛盾 但是在村子里边 哥俩之间有点矛盾 很正常 别说兄弟俩了 父母跟子女 两口子之间 那不也有矛盾吗 我不可能因为这点事 我就杀了我自己的亲弟弟啊 民警呢 又来到了案发现场 进行再一次的勘察 咱们之前说了 这楚小国 那小卖部后边 就是他自己家的院子 紧邻着的是他二哥的院子 但他的二哥呢 很早之前就去世了 所以那边的院子呀 就在那慌着 路边的院墙呢 是直接用砖落起来的 你从那大门边上啊 就能轻而易举的 踩两下就进入院子里边了 连接楚小国跟他二哥家这俩院子的 也不是那种纯砖垒起来的墙头啊 中间呢 是有一扇特别窄的铁门 在那铁门的边角那 反复勘察现场的计真人员呢 发现了一枚残缺的指纹 那么这枚指纹是谁的呢 经过比对 是楚小富的儿子楚林林的 对于这枚残留在铁门上的指纹 楚林林呢 也有自己的解释 他说呀 我当时救火的时候 为了把这个给大伙救火的地方腾开 我呢 就搬动那个铁门 这才留下的指纹 而根据最早赶到火灾现场的民警讲述 当时在废墟上 确实看见一个 在那非常着急的啊 在那打着电话的年轻人 那个年轻人就是楚小国的侄子 楚小富的儿子楚林林 那这些会不会是楚小富父子故意制造的假象呢 可以怀疑 但是目前没有证据 警方在走访之中还有一个发现 就是作案人击打楚小国和放火 应该是两个过程 并且时间间隔很长 也就是先打的楚小国把他打死了 过了很长时间又去放的火 消防专家呢 也到了现场进行了勘察 就推断火从里屋烧到外屋 也就半个小时左右 如果是这样的话 着火的时间应该是当天晚上12点到第二天凌晨的一点 而根据尸检 楚小国的死亡时间应该是着火的六个小时以前 吃完饭之后的四个小时左右 最有可能的就是下午四点前后 也就是说 嫌疑人的作案 这是两步走的 两个过程 下午四点左右 就先杀的人凌晨在纵的火 那么在这两个关键时间段里 哥哥楚小富一家人都在干什么呢 楚小富就说呀 下午四点的时候啊 他呢身体不舒服 还找了村子里边的医生到家里 给他打了点滴呢 当时妻子也在家 哎 楚小富确实能够有人证明在家 那么他们的儿子楚琳琳呢 据楚琳琳说晚上呢 他约了朋友一起到镇上吃饭 当时四点左右 他去了镇上 在街道上呢 在那闲逛 自己就一个人逛 也没碰上熟人 所以没有人能证明 而至于凌晨纵火的那个时间段 楚琳琳说 当时还和朋友们喝酒呢 很多人能够作证 但是楚小福和妻子 却说是在家睡觉呢 没有出门 在楚小国被击打致死的这个时间里 夫妻两个人在家 这是那个医生能证明的 但儿子在外边闲逛 没人能证明 而到了纵火的这个时间呢 楚小福的儿子在外边跟朋友们喝酒 朋友们能证明 但是楚小福夫妻俩的行踪 却没人能够证明了 这情况看上去有点复杂 不过有没有一种可能性啊 为了得到弟弟的财产 哥哥一家续谋很久 趁着弟媳妇进城不在家准备作案 先是嫂子去小商店看看情况 发现店里只有楚小国一个人 之后呢 让儿子楚琳琳过去 趁着楚小国不注意把他打死 这时候楚小福故意装病 让村里的医生来留下不在场证明 等楚琳琳杀害叔叔之后 从里边锁上门 自己翻墙回家 留下了铁门上的指纹 之后呢 去县城和朋友们吃饭 到了深夜 楚小福进入弟弟家 一把火烧了一个金光 而妻子呢 则在附近给他放风 第二天一早 他们出现在现场装着救火 实际上是打探消息 如果事实真是这样 那么楚小福一家 可谓是计划周详 蓄谋已久 但事实是这样吗 还得有证据啊 这只是猜测啊 民警们必须得得到一个明确的答案 楚小福夫妻深夜在家 这事儿没法查了 但楚琳琳 如果下午在案发时间段 真是在街上闲逛 即使没碰上熟人 这就证实不了了 专案组呢 调取了那个时间段 楚琳琳所说的那广场附近 所有的监控摄像头 寻找这个年轻人的身影 如果楚琳琳当时真的出现在广场附近 那么这一家三口 在楚小国遇害的时间 就都有不在场证明了 不过说实话 想从茫茫人海之中找楚琳琳 这得需要时间呢 而这时候他们把调查的重点 又放在了楚小郭的妻子黄澜身上 案发那天晚上呢 黄澜的确是在城里的一个餐馆上班的 民警在黄澜住的地方进行了调查 就了解到当天晚上黄澜下班回来之后 的确走进了所住的小区 还和门房的保安打了招呼呢 小区的监控录像 也证实当天晚上黄澜回家之后没有出来 不过有一点值得注意的 黄澜回家之后啊 给别人打过电话 通话时间还不短 对方是一个工地上干活的工人 姓夏 仔细这么一查 黄澜跟老夏平时交往不多 可是老夏的老板姓郭 这老郭不是一般人 是谁呢 这就是村民传言之中和黄澜关系密切的 那个城里的包工头 警方就考虑 那个晚上老夏和老郭去哪了呢 会不会出现在作案现场了呢 他们俩呀 作案嫌疑还是很大的 黄澜就解释 说那天晚上给老夏打电话是有原因的 当天自己呢 看中了一个铺面 想租下来 是打电话借钱的 民警又问他呀 那老郭那天在哪啊 这时候黄澜是欲言又止 想了想 说自己也不清楚 警方啊 就继续寻找这老夏和老郭的踪迹 却发现这俩人可都离开山西了 这两个人和楚小郭的死有没有关联 如果不是他们干的 为什么要跑呢 上期节目咱们提到了啊 黄澜联系过的老郭和老夏 在案发之后可都离开山西了 案发当天 黄澜确实没有作案时间 但不能说他没有作案动机呀 那有没有可能 是黄澜结婚的时候就看中楚家的钱财了 结婚之后不久 知道楚小郭买了一份意外保险 为了拿到赔偿 也拿到楚家钱财 于是呢 就找来了老郭 在一番精心策划之后 为了避人耳目 这老郭呢 也不想自己动手 就找来自己最铁的这工人老夏 来实施这个计划 并且许以重金 你干成了我给你多少多少钱 案发当天 黄澜呢 故意离开家里边制造不在家假象 而老夏则来到东山村 找到了楚小郭 可这也有矛盾啊 矛盾点在哪 楚小郭他不认识老夏呀 那么怎么会没有防备 突然被袭击呢 如果黄澜提前找借口 跟楚小郭打好招呼 说有人要来 比如说让老夏 替他回家拿个东西之类的 那妻子的朋友来了 是不是也不会防备呢 那么老夏 是不是也有机会下手呢 作案之后 老夏从里边把店面关上 从后门进入院子 隐藏在旁边 楚小郭去世的二哥家里边 在那房子一直等到晚上 为的就是放火 毁尸灭迹 有没有这可能 也有 但还是那句话 得要证据啊 现在警方的确怀疑黄澜 那么这楚小郭和黄澜 是怎么认识的 他们怎么能结为夫妇 他俩人呢 是经人介绍认识的 俩人认识之后 交往了一段时间 就确定了关系 黄澜说呀 楚小郭是一个温柔体贴的男人 2013年3月18号 俩人办了结婚证 也没举行正儿八经婚礼 就是跟家人一块吃了一个便饭 形式虽然简单点 但是呢 楚家老父亲已经去世那么多年了 老母亲呢 也算有生之年 看见儿子成家立业了 一家人的日子呢 过得还是有滋有味的 结婚以后 黄澜还在城里打工 时不时的回家住上几天 黄澜告诉民警说呀 结婚以后呢 俩人就商量着 把村里经营了 二十多年的小卖部关了 春节过后就到城里生活 还在城里边呢 订了一套商品房 2013年11月份 交了13万元的首付 从这些细节来看 夫妻俩应该是在认真规划 今后的生活 搬去城里是夫妻俩商量好的 那这分区就是暂时的呀 不过各位别忘了 还有那份意外保险呢 为什么要买这份意外保险 据黄澜说 说这保险呢 是他俩结婚之前买的 是小国一个人买的 也没留他媳妇的名字 保险呢 就几万块钱 说为了这么几万块的赔偿金 就杀一个人 似乎也比较牵强 那么会不会和那个村子里边 传的神乎其神的古董金盆有关呢 黄澜说了 什么金盆呢 我见都没见过 警方啊 并没有放弃追踪老夏和老郭的下落 警方呢 一直追查老夏到了他的老家河南济原 案发的时候啊 这老夏呢 人正在老家办事呢 至于包工头老郭 在案发时间段的时候 正带施工队山里干活呢 一直没有离开过工地 至于这老郭和这个黄澜的关系 查来查去 很多工友都能证实 就是普普通通的老乡 什么特殊关系也没有 前一段时间呢 黄澜跟他交往比较多 无非啊 就是因为黄澜两口子想买房了 对于买哪的房子 哪的房子好 哪的房子这个有生殖的价值 就想着问问老郭呗 毕竟是老乡周围人里边就这老郭 是在建筑行业摸爬滚打的 这是找他咨询的 黄澜每回跟老郭咨询 楚小郭都知道这事 所以这么一来 这夫妻二人 所有看似不合常理的地方 都有了一个合理的解释了 这黄澜是既没有作案动机 也没有作案时间 排除了黄澜的嫌疑之后 那剩下的可就是楚小郭的哥哥 楚小傅一家了 楚琳琳那天下午四点 在楚小国遇害的时候 到底在哪 案发几天之后 警方啊 在广场附近一个理发店门口的监控里 发现楚琳琳的身影了 那天下午四点左右 楚琳琳从理发店出来的 不可能出现在案发现场 但是在此前的询问之中 为什么楚琳琳完全没提到理发店呢 民警一问他 楚琳琳才解释 哦 我当时呢 本来想着去捡头发 但进去转了一圈 人特别多 我就出来了 时间很短 我也没特别在意 也就没提 这么看来 下午四点 楚小国遇害之时 哥哥 嫂子 侄子 都没有作案时间 虽然说在平时的交往之中 两家人有点细小的矛盾 但是啊 在家里边 楚小富啊 日常生活上还是很关心弟弟的 小国的后事也都是哥哥一家帮忙操办的 谈到过去的那些矛盾 那些不愉快 当哥哥的 也很后悔 那么至于楚家的那古董金盆 到底有没有呢 其实啊 没有 它就是一个传说 当地这个东山村 远离城区 是在一个山丘的腹地地带啊 很偏远 这个村子所在的镇叫戴阳镇 那么这个戴阳镇 在明清时代啊 南来北往的客商 往往会在这里汇集 所以就有传说啊 说在过去啊 有大家族 有古董金盆 这是无价之宝 后来呢 这楚家人家日子过得挺好 大伙就琢磨着他们家为什么过得好 因为这古董金盆在他们家呢 所以这完全就是人云亦云的一个假的传说 楚小国的死 现在看来跟古董金盆没关系 跟哥哥 嫂子也没关系 跟自己的爱人黄澜 更没关系 那会是什么人干的呢 当时警方啊 把村子里边的人那是排查了一遍又一遍 一共就那么五百来人 如果凶手真是楚小国的熟人 是本村的人 为什么查了这么多遍 还是没有查到呢 眼瞅着就过了正月了 警方啊得到了一条消息 说村里有一个叫宋小虎的人 不久之前跟楚小国借过钱 因为在村里的排查已经进行很多遍了 所以这回呢 不动声色的找到宋小虎 找到了呢 就问他借钱是怎么回事 宋小虎就说 那段时间呢 家里经济是有点紧张 自己确实找楚小国借过钱 不过楚小国呢 要的利息有点高 宋小虎看来 他要利息就是不给自己面子 他当时确实有点生气了 那么这点小过节 就会让宋小虎痛下杀手吗 民警经过走访 案发那天宋小虎在正常上班 当天他上的是夜班 工厂进进出出的得要刷卡 于是就记录下了宋小虎的进出时间 也正是在这个记录里 民警发现了异常 原本宋小虎的上班时间是晚上七点半 到第二天早上七点半 可记录显示 晚上七点二十一 宋小虎进入工厂 晚上十一点三十四就离开了 一直到第二天早上六点三十二 宋小虎才有刷卡回到工厂 宋小虎一宿可没回来呀 而楚小国家的大火 就是凌晨时分烧起来的 那宋小虎这一宿是在哪呢 他干什么呢 这时候当天值班的领导突然想起一件事 哦我想起来了 小虎啊说他老婆病了 看着挺着急的 后来他就回家了 那那天宋小虎的妻子真的是病了吗 据警方调查宋小虎当时没回家 也没买药 他媳妇也没病 这宋小虎是在撒谎 此外楚小国被害的那个白天宋小虎没上班 他人又在哪呢 在案发当晚呢 有人就说看见宋小虎从工厂出来 回到村子里边了 而至于那天白天的行踪 宋小虎说了 我老婆呢 赶急去了 俩孩子都不在家 我一个人在家里睡觉呢 楚小国下午四点遇害 凌晨十二点发生火灾 在这两个时间点上 这宋小虎的表现都很可疑啊 同时警方通过暗访得知 此时宋小虎的家里 似乎遇到了一件大事 正是缺钱的关键时候呢 现在种种的线索都指向了宋小虎 2014年3月23号 专案组决定正式对宋小虎进行传讯 在审讯室里 宋小虎几个回合下来 很快就承认了自己的犯罪事实 那么他为什么要杀害楚小国呢 原来啊宋小虎的大儿子 今年要结婚了 女方呢提出一条件 就是在城里买套房子 首付要三十万 宋小虎天天愁的都不行了 楚小国一直是村子里边公认的有钱人 同时宋小虎也听说楚小国家里 有这传闻中的古董宝贝 可就动了心思了 有一回呢 他去楚小国的小店里买东西 宋小虎就故意提到宝贝 想探探底 听说你们家可有个古董金盆 可值钱了 无价之宝 楚小国一听还哪有啊 别听大伙 胡说八道啊 哪有那个 有那个我现在还在这开小卖部啊 人家说的是实话 但是往往就这样 他只要心里认定什么事情了 你再否认 别人再跟他解释 他也不信 就是固执己见 这就更让宋小虎坚定信心 嘿 他说没有 那么他家一定是有的 啊 他一定是故意隐瞒 你说这人奇怪不奇怪 你告诉他有 他会认为 哎 你看你都承认了吧 这是有吧 那就是有 你跟他说没有 你看 你说没有 你是怕我知道 你家就是有 那你都认定了 你还问人家干什么呀 对吧 经过一番精心的准备 宋小虎呢 就准备了铁锤啊 手套啊 一月十四号这天呢 正好赶上镇上有集市啊 这宋小虎的妻子 儿子就都去赶集了 宋小虎去小卖店的时候 只有楚小国自己在那呢 他就跟楚小国说 要买鸡蛋 就在楚小国去撑鸡蛋的时候 宋小虎掏出铁锤 紧跟着两锤子 可就砸在楚小国头上了 楚小国死亡之后 宋小虎就在小卖店里边 一顿翻找 找到了一千四百多个钱现金 就想找那古董金盆 可是没找着 宋小虎呢 是下午四点到小卖部里作案的 待到了六点左右 才从小卖部出来 把作案工具 顺手扔在路边的一个厕所了 接着回家 简单收拾一下 就去工厂 但因为下午没找着那古董啊 他不甘心呢 晚上十一点多 他呢 就借口给妻子买药 离开工厂 又到案发现场 接着找古董 还是没找着 离开现场之前 把被褥啊 门帘呢 都拽了下来 铺在地上 然后呢 这小卖部里边 他平时不是卖点食用油吗 大豆油啊 玉米油啊 就都交到了这些门帘 被褥上 点了一把火 就回家里了 早上呢 又去了工厂 在宋小虎的指认之下 警方啊 也找到了当天他作案的铁锤 上面还留有死者 除小国的血迹 真相大白之后 大家呀 都非常的惊诧 因为宋小虎在村子里边 一直是一个老实巴交 特别本分的人 这也正是为什么一开始 警方也没把他放进 侦察视野的一个重要原因 但是最后宋小虎也说 犯下案子最主要的原因 就是帮自己的儿子去结婚 正是因为这个理由 他犯下了故意杀人罪 最终被判处死刑 而儿子的女朋友家里 听说了这件事 也断然拒绝了这门婚事 他呢 想用这样的方式 帮助自己的儿子 不仅没帮到 反而是害人害己 但是最后宋小虎也说 1981年12月28号 上午11点左右 青海省西宁市火车站饭店的 340号房间 突然响起了三声枪响 两名执行例行检查任务的 西宁火车站工商行政管理局的干部 一死一伤 行凶的一名男子被当场抓获 现场缴获了五四式手枪一支 子弹35发 子弹弹头和弹壳 各三枚 此外呢 还有大量的赃物 包括530元的现金 内蒙古地方粮票 三百三百九十九金 全国粮票五十五金 山东和四川地方粮票若干 维满洲国钞票 209张 12月12日 从呼和浩特至兰州的401次列车 卧铺票一张 12月26日 兰州至西宁的301次列车 卧铺票一张 盖有西北梅田地质局132勘探队 各委会公章的介绍信一张 四川省重庆县梅建公司 各委会介绍信一张 磁带十一盘 衬衫三件 女士风衣一件 棉轮衫一件 咖啡色和绿色迪伦库各一条 天柱县在1981年12月24号开的 怀表发票一张 红旗牌怀表若干块 帆布旅行包一个 皮箱式人造隔体包一个 另外群众谭某某承认 在11月27号的时候 从这名男子手中 分别以180元和100元的价格 买到一台义华派收录机 和一台幸福派收录机 然而啊 在审讯之中 这名男子极为的蛮横 而且有相当的反审讯经验 只声称自己叫王林 之所以向两名工商局干部开枪 是因为他们要没收他的物品 至于其他的 一概拒不交代 使得审讯在一开始 就陷入了僵局 在40多天的时间里 总共对王林进行了11次审讯 王林始终只是抽象的 供认自己有罪 但是拒绝交代任何犯罪细节 甚至多次借口上厕所 企图逃跑 甚至自杀自残 即便谎言被戳穿了 依然是沉默以对 一个字也不说 面对这种油盐不尽的家伙 西宁市公安局也没有太好的办法 让他自己主动交代 基本上是不可能的事情了 只能走迂回路线 通过查明缴货物品来源的方式 找到线索和证据 像挤牙膏一样 逼迫这个人开口 根据此人持有呼和号特 至兰州的火车票 穿着赤风产的皮鞋 携带大量的内蒙古地方粮票 并且操有内蒙古方言这些特点 西宁市公安局通过青海省公安厅 和内蒙古自治区公安厅取得联系 通报了案情 以及查到的有关内蒙古的物品 并且附上了缴货的五四式手枪的枪号 不到半天 内蒙古方面就传来消息了 缴货的这支五四式手枪的枪号 与1976年4月22日 在西林郭勒盟军分区 被盗的一支五四式手枪枪号吻合 可以认定这支枪 就是五年前的被盗枪支 由此 西宁警方认定 这一名案犯 是在内蒙古 兰州和青海等地 流窜持枪抢劫的惯犯 随后 把工作重点 也就调整到这个方面了 与此同时啊 西宁市公安局根据缴货的赃物 查找近期各省公安机关 侦办被盗案件的案情通报 结果发现 天柱县公安局在1981年12月25日发出的 1981年12月24日晚 天柱县贸易公司百货门事部 发生盗窃案的通报之中 发现其中的大量被盗衣物 红旗牌怀表 以及被这犯罪分子卖掉的两台收录机 是相符的 西宁市公安局立即联系天柱县公安局派人来辨认 最终确认以上物品 的确是1981年12月24日晚上 天柱县贸易公司百货门事部被盗的物品 经过向四川省重庆县梅建公司格委会查时 男子身上携带的那张盖友格委会公章的介绍信 是该公司职工邓某送给他女朋友毛桂玲的 随后警方查明毛桂玲住在西宁市里让街81号 是个游手好闲的女流氓 由于毛桂玲 此时人并不在西宁市 于是警方通过询问他的家属和社会关系 查明他曾经和一个叫尹高峰的人鬼混过一段时间 还提供了一张两人的合影 结果发现呢 照片上的尹高峰和被抓获的王林 原来是同一个人 又通过毛桂玲母亲拿出的一封毛桂玲从赤丰寄来的家信 认定他此时就在赤丰 于是啊 西宁市公安局派出了一队侦察员赶赴赤丰 在招达蒙公安处的协助之下 在赤丰市城郊公社团结大队 把毛桂玲抓获 并且在他的住处搜出了一张伪造的西北梅田地质局132勘探队阁委会介绍信 上面填写的姓名正是尹高峰 根据毛桂玲的交代 他和尹高峰是1980年5月在西宁火车站认识的 尹高峰呢自称是西陵郭勒盟梅田办事处的采购员 随后俩人以夫妻的名义三次到赤丰同居 同居的房子就是尹高峰租住的成交公社团结大队 李东桥和李宗军的房屋 毛桂玲还交代 尹高峰呢 平时也不回来 问他呀 就是出差了 或者回办事处汇报工作去了 他还亲眼看到尹高峰 有两把手枪 一支是五四式手枪 另一支呢 比五四式啊 小一点 型号不知道 但枪瓣上有一只狗的图案 至于尹高峰是哪里人 毛桂玲说 这事啊 我还真不知道 根据毛桂玲说的 枪瓣上有一只狗的图案 这个线索 警方认为 毛桂玲看到的另一只手枪 应该是俗称狗牌撸子的 西班牙铲子 Express型 袖针手枪 而根据昭达蒙公安处的记录 1980年 赤峰市成交公社武装部 丢失了一只狗牌撸子手枪 随后隔了三天 宁城商店遭到盗窃 睡在店里的一名员工 被枪杀了 而这段时间呢 尹高峰刚好在赤峰 并且不在居住地点 极有可能 这两起案子也与尹高峰有关 通过两个多月的艰苦查证 西宁市公安局查明 这个自称叫王林 使用尹高峰假名的人 与十起盗窃杀人案有关 这个人呢 采用伪造政见 改名唤姓 冒充国家工作人员等手段 住在比较好的饭店招待所 或者干脆租住民房 用小恩小惠讨好服务员 房东和邻居 达到藏身的目的 这个人胆大心狠 狡猾残忍 作案之前 必然先踩点 准备好了枪支 撬棍 三棱刮刀这些工具 从房顶挖洞入室 撬开保险柜 偷盗贵重物品 作案之后 一气除了枪支之外的 其他所有作案工具 以及衣物 如果被人发现了 立刻开枪杀人灭口 一贯单独活动 在假地作案 以地消赃 消赃足迹 遍及辽宁 吉林 黑龙江 内蒙古 北京 上海 天津 河南 西藏 四川 广东 等省市自治区 可以看到是天南海北 哪都去啊 面对摆在面前的证据 王林 或者叫尹高峰 被迫承认了 其中的九起案件中的罪行 但依然拒绝 说出自己的真实身份 以及有没有同伙 案子查到这个地步 已经不是西宁市公安局 或者青海省公安厅一家能兜得住的了 于是果断把案情上报给公安部 公安部部长极其重视 指示公安部三局牵头 带领协调相关省份的公安机关 联合侦查协同作案 公安部三局接到部长的指示之后 立即召开了17个省市自治区公安厅局的电话会议 通报案情 印发了印有罪犯指纹 照片 枪支 脏物等信息的案情通报材料 让各地公安机关分头排查 同时 根据青海省公安厅上交的暗犯的相貌照片录像 语音录音等材料 聘请中国语言研究所的专家 对罪犯的口音进行鉴别 认定罪犯的口音属于张家口地区 对查清罪犯的真实身份来说 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为了彻底攻破这名顽固的惯犯 警方呢 还采取了一些其他措施 首先 把他转移到关押条件比较好 同时看管更加森严的青海省看守所 彻底打消这个人逃跑的幻想 其次 采用特勤和预针手段 对他进行监视 随时掌握这个人的思想变化 第三 选择性的 向他告知公安机关所掌握的新的证据 比如查清他来自张家口 保持对他的威慑 第四 把每次审讯的情况 和这个人交代的情况 及时用传真和电话 报告给公安部 由公安部召集专家研究之后 统一向各地布置协查任务 确定何时 就这样 在接下来一个月的时间里 这王林的思想动态逐步被公安机关掌握 就让他在接下来的审讯之中 逐渐暴露出来越来越多的破绽 越来越多的细节和公安机关已经掌握的证据相吻合 王林那越来越难以招架了 整个人也变得不像刚进来时候 那么有恃无恐了 当警方掌握了一些案子之中 王林是和他人共同作案的证据时 直接了当的就跟他说了 有些事啊 不是你一个人能干得了的 所以你在这帮别人顶罪 是没有用的 这句话 直接摧毁了他的侥幸心理 同时针对他江湖义气重的特点 瞅准了他这样性格的人 最恨别人的背叛 故意透露 他的同伙已经把全部罪名 推在他的头上了 当然这个消息啊 是真假参半的 是有选择性的 把同伙的口供读给他听 果然这王林上当了 虽然在竭力掩饰 强作镇定 但现场的预审员凭借经验也能看出来 他此时的内心呢 完全乱了方寸了 一个月之后的一天 王林突然问 会不会朱连家人亲属 这在审讯人员耳朵里啊 这是天籁之音哪 太好听了 于是告诉他 我们的政策是绝不朱连无辜 不管是不是亲属家人 只要确实和本案无关 就绝不会有事 于是这王林呐 叹了口气 开始交代自己的罪行 他呢 既不叫王林 也不叫尹高峰 本名叫李世旺 小名润来 1952年1月9号生人 当年是29岁 原籍河北省崇礼县 丙弯子沟公社 下三道河大队第五生产队 小学文化 是个偷盗惯犯 多次在西林郭勒盟境内偷窃 随后1972年12月 在张家口偷盗 被张家口市公安局 乔西分局拘留审查 结果呢 以盗窃罪 被西林郭勒盟 巴格纳尔齐人民法院 判处有期徒刑五年 在西林浩特劳改农场服刑 在劳改期间呢 他认识了 曾经在1976年 潜入西林郭勒盟军分区 偷盗五四市手枪的于世明 于世明呢 是因为其他案子 被送来劳改的 此时还没有人发现 他偷盗枪制的犯罪事实 这于世明呢 还趁着放假外出的机会 偷偷的把五四市手枪 带进了劳改农场 藏在监视里 1977年初 于世明刑满释放 把枪就交给了 同奸犯人赵连库保管 李世旺啊 就表示想要这把枪 赵连库呢 就说行啊 你得用东西来换呢 1977年11月30号 李世旺刑满释放之后 1978年7月 在苏尼特又齐某商店 偷了115块手表 这家伙聊不得呀 然后用七块手表 从同样刑满释放的赵连库那儿 换来了这把五四市手枪 连带着60发子弹 此后一直到被抓之前 一直是随身携带的 后来他嫌这一把枪还不够呢 又在1980年 从成交公社武装部 偷来了一把狗牌撸子手枪 还有六发子弹 因为呀 这狗牌撸子用的是 6.35毫米子弹 这不好弄 只有弹夹里边的六发 随后李世旺交代了 他从1978年1月 到1981年12月 自行或者伙同他人 在内蒙古和辽宁省 实施了50多起盗戚案 其中六起是重大或特大案件 连同12月28号 在西宁火车站饭店的 行凶案算在里边 一共杀死两个人 杀伤五个人 盗窃大量的衣物 衣料 手表 收音机 录音机 收录机 照相机等物品 大部分被李世旺销赃了 得到的钱款呢 全部被他挥霍殆尽 李世旺还供出了同伙 以及帮助销赃的人员10名 根据李世旺的交代 警方在他的同伙和亲属那 缴获了狗牌炉子 手枪一支 子弹五发 手表108块 录音机两台 收音机四台 照相机两部 以及大量的衣物和衣料 一个特大流窜盗窃 销赃团伙被彻底捣毁 1982年11月27日 李世旺因盗窃罪和故意杀人罪 被判处死刑 并且在当天被押赴刑场 执行抢决 大安纪时2023 感谢您的收听 下期节目再会